這次大球場會有一個賀瑞波由香港隊對港聯 大家可能覺得香港隊不會夠打的 但這場比賽三分鐘而已 張志勇的入球告訴大家香港隊有一定的入球能力 可以說是盛住省港盃的余勇 再次由隊長的張志勇先不投籌 這個球從天而降三分鐘頂成一比零有一個好的開始 上半場港隊組斷的防守做得不錯 接著一個過頭的球就沒有越位 已經到了上半場尾段的時間 基奧雲利接應盧卡斯的傳宗 最終射過來張志勇也真的沒有放棄過 但可惜關上來的時間 竟然把球關了入網 最終港聯上半場完場之前追成一比一 香港隊有個頭威 港聯有個美運 下半場的形勢又如何 集合了很多來自不同球會 不同國籍的精英 來自港聯當然有份量 這邊也有一個好的套掛來自迪塔奧 這個球真是精彩 下半場港聯的策略有少少不同 多了長球 特別利用兩側的斜點 是傳宗 抽效果 接著一個傳宗 迪卡奧的倒閣也是射得好 元朗的組合 湊成一個入球 接著到這邊 香港飛馬 高美斯接兵直線 也是突破越位的情況下 傳送到美主 另一個好拍檔 查韋斯的美主無人看管 也頂了一條近柱位 頂成3比1 球會的拍檔特別默契 再加上查韋斯 現在的港超的智直射手 這個頭槌也沒問題 當然香港隊這段時間的防線 都經過一些倒閉 後防要換一下人 自然的流動出現了 但香港隊跟著來 還有機會不把波質放進來 一個不錯的參閃 最多能力近底線位置的傳中波 可惜就是佔劉智樂入不動 不要緊 這一步的好位 也有錦箱來的 衝過來這個位置 及時趕道 有劉浩霖的入球 沒有放棄 全球就是樂賢去逼回來 劉智樂 心想捱的時候 亦都產生混亂 彈了出去造就 劉浩霖追成3比2 其實這場比賽 多入球 對於入組的球迷來說 是開心的 但比較可惜 一個大衣後面 伸了拖之後 就輸了一球 蘇沙在這個後處 射成4比2 到比賽的後段 香港隊可以說 都嘗試傾力反駁 在前面就爭取入球 中間這裡 域陀昆跌了 查維斯傳到過來 高美斯是漏了 但後面的蘇沙 也右腳射回到遠處入網 接著比賽還有機會 第一次入選香港隊 的劉智樂 這場比賽 讓大家好好認識一下他 24歲的流浪球員 這個球技術 射術 和冷靜 都是值得一讚的 是啊 這次輪到流浪的組合 第一次拿得漂亮 接著看準 然後細食一劑 就搞定了 追成是3比4 這個球的確射得漂亮 最終廣聯 都是4比3 能夠捧走了 這個就是賀碎杯 認真恭喜恭喜 山川快樂 山改變好